最后谈谈我们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刚刚讲到是教育部的一个项目 我把我们的上课的模式分为三种 第一种叫做同时同地 这就是面授 我们泽大今天是主产 所以我们就叫同时同地 第二种叫同时异地 这叫远程直播 我们另外的20多个学校 就是远程直播的模式 比如前不久人川押运会 就是远程直播同时异地 但是它有同一个时间的特征 我们今天10月11号晚上6点半 开始上课 一个时间的特征 第三个叫意识异地 这就是录像 或者叫视频 视频怎么引起学生兴趣 是一个大的问题 是吧 同学们上课都巴不得不上 恨不得不上 说那你去课后再去看看视频 这就比较难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Mock 是吧 Mock是什么呢 我给它了一个公式 叫做一时一地 加上随时随地就等于Mock 这个其实就是个创新 有了网络 使得你随时随地就成为可能 学生和学生的互动 老师老师的互动 老师学生的互动成为可能 我们国内目前最高 注册量的一门课是 我们这家大学 欧凯老师开的 市议员程序设计 5万多人的注册 但是大家注意到吧 考试通过的只有多少呢 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五百多人 但是你不要看百分之一点几 它的绝对值很大 五百多人 大约相当我们这大学生的百分之十 所以他开课开完了 他觉得开Mock课的过程和体会 对于他同时同地的面授 有很好的借鉴和推动的作用 因为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反而大家都不说话 在网上说话都很积极 所以他说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五百多人可以获得Mock课程的学分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模式 我把它做了一个定义 叫做同时异地 加上随时随地 再加一点意识异地 等于Sport 有个说法叫Mock是面向终身学习的 一种学习模式 Sport是面向在校生的一种 这个教育模式 所以叫做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rt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时间地点 分为同时同地的面授模式 同时异地 我们这里写了五种 同意识异地视频 是吧 这里讲到意识异地 加随时随地 等于Mock 同时异地 加随时随地 等于Sport 所以我想中国的模式 可能需要意识异地 加随时随地 加同时异地 再加点线上线下 所以下周三 我们的课叫做翻转课堂 那个就叫做 这个同时同地也在了 是吧 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在担心 如果都让你在网上学的话 他说要开发一个摄像头 对老你 是吧 是真的你在学 否则到时候 一个班三十个同学 一个同学在学 另外二十九个同学 玩得更加开心了 是吧 所以这个基本的契约和诚信 怎么来保证 所以需要这样的一种 线上线下 线下的翻转课堂 所以刚讲到的五种模式 大学先修课 我们去年和今年 都在胡作中学 做了这个大学先修课程 他们拿出一个班 跟着我们那个班在上课 然后如果这门课程 通过怎样大学的考试 等到他下次考到怎样大学的话 这门课程的学分 我们就直接给他记录 他的学习成绩了 是吧 去年已经做了一次 今年还在做 也在这个教室 这是叫做大学先修课 第二个校区之间开课 我们已经开了好几门课了 我们在紫禁港开课 育泉校区的学生 就不用跑过来了 是吧 当你三年级回到育泉的时候 你还记得一门课没修 是吧 你就可以在一拳 听这样的 这个同时异地的课程 大学之间互通 去年我们五个学校 做了四顶 所以今年 我们将近三十个学校 来推开做这个事情 去年十月三十号 和十月十六号 两次课程 其中十月十六号 是我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 国内国外互通 今年上半年 我们泽大和西奥大学 开了一门同时异地课程 因为西奥正好和我们很有力的条件 是没有时差 就澳大利亚西部 跟我们中国的北京时间 正好是同个时区 他们不同的地方 用的是不同时区 是吧 我们和美国要做同时异地 就比较麻烦 这个时差相差太大 是吧 我们晚上他白天了 他晚上我们白天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远程真实控制实验 我们也开发了几套系统 包括过程工程原理实验 我们在紫禁港校区 可以去控制 育权校区的那个实验装置 西藏大学的学生 可以用我们的实验装置 来做实验 这是远程真实控制实验 大家注意啊 不是虚拟的 不是模拟的 不是模仿的 这个这个 那次世界杯的时候 这个我们学生 一边在看世界杯 一边在做实验 说忘了把那个阀关上了 所以那个化工的实验 那个药水都流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是安全上 还是有点问题是吧 这是真的控制实验 所以叫远程真实控制实验 你可以在不同的地点 去做这样的真实的实验 好 再谈一谈 关于表达能力的培养 是吧 我们要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包括演讲 一般的交谈 以及上课 上课和一般的交谈 可能还有一点不一样 需要有书面表达能力 我们表达分成三类 文字表达 文字也可以分为中文外文 是吧 图形表达 我们这门课程会比较多的涉及 字符表达 计算机的这个编程啊 其实可以认为是字符表达 是吧 这就是分类 当然图形 可以包含了图形 文字和字符 都可以认为是字 可以认为是图形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图形有哪些表现形式啊 关于图形和文字作用的比较啊 图形和图像的表示方法的比较啊 等等等等 就是我们可以有 这个基于这个图形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思考 这个呢 到时候我们可以放到网上去 大家可以去 这个 做一些小小的小论文 是吧 比如说中文其实也很奇妙的是吧 一说到球 一说到猪 无非就比较小的球嘛 对不对 说到柱 那就是这个这个圆柱体 是吧 针 锥 盘 杆 是吧 这个这里头其实 你每个字啊 你在脑子里头 其实都产生了一些图形 产生了一些图形 所谓盘无非就是 折径比它的厚度要大得多嘛 对吧 所谓杆无非就是 它的长度比它的折径要大得多嘛 就这个中文的一个字里头 其实都包含了一些 内在的一些东西在里头 工程度觉得分类的方法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后面我们有很多很多 在图学课程里面 教材里面讲到的分类 你要有意思的去考虑 为什么要这么分 这样的话 你就可能可以做到 自其然 更自其所以然 关于连接的分析 今天我就先不展开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最常用的连接是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网络 这个倒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散思维 我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连接 大家想想 这个挪文是不是非常常用 对吧 还有吧 还有个食物的这个连接 什么连接比较常用 不是的 大家都在骑自行车 是吧 经常要把它锁起来 其实比那个锁更常用的还有 是什么 拉链和扭扣 是吧 这个拉链和扭扣 其实是最常见最常见的 可拆卸的连接 所以据说拉链的专利已经设效了 如果不设效的话 那这个专利费就不得了了 拉链和扭扣 是非常常见的 这个可拆卸的连接 所以连接 我上次 我在这个新人研讨 跟大家谈谈之后 有些东西就可以以连接为题目 写出一篇论文来 当然这论文不一定能发表 但是至少你可以去 从你这个角度去 去找一些这个连接的一些特点 去分析它的一些 一些这个 这个模型 对吧 所以一个词 你就可以引出 这个一篇文章 所以我们中国的教育 可能计算能力 我们可以不谦虚地说 世界第一 是吧 我们的想象能力 是不是谦虚点说 我们就倒数第一了 是吧 我们的想象能力 可能真的还不够丰富 是吧 所以我们这门课程 其实就是想 给大家的想象 插上一双翅膀 是吧 这个把你那个 另外那个半边脑啊 这个开发的比较少 那我们稍微开发一下 你就如虎添翼了 是吧 这个课程的作用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作用 Word不会自动生成美文啊 这个文章怎么写 还得靠你写啊 计算机不会自动生成设计文档啊 计算机不会自动生成设计方案啊 还要靠你 靠我们 学了这门课程之后 如何来进行设计 如何来进行表达 是吧 包括图形表达 手工草图 仪器绘图 计算机绘图 这个图形表达 其实隐含了一种图形思维 图形思维 这点我想可能大家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图形表达 看得太枯燥 然后呢 看得太辛苦 是吧 这个枯燥和辛苦啊 可能会使得你产生这个新的飞跃 好 最后呢 就想我们如何能够远离解分中心 是吧 不要接点也是不行的 是吧 这个我上次讲过 接点和分数啊 就像钱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接点和分数 也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分数和接点不是万能的 我想到了大学 不要只是以追求接点和分数 作为你的主要目标 或者是唯一目标 那就错了 如何能够从考生变成学生 这个需要每个人 自己的努力和实践 如何宁静之远 上下求数 就是我们在这样相对功利的社会环境下 如何能够宁静之远 上下求数 所以我在想 这个成长或许比成功更重要 这也可以认为是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一个小时的课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大学里边真正的鲜活着成长 祝大家成为社会有用之材 这个是我的邮箱 如果有什么想法 可以给我发邮件 谢谢大家